各位乡亲大家好 今天有两件奇事 要给大家通报一下 听个热闹吧 第一件事呢 就是网上突然出现一个视频 是在全民共振讲堂的油管账户上发布的 是李一平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关于停止全民共振活动的内容 一看呢 还就是李一平坐在沙发上 是吧 慷慨激昂 然后内容呢 就很有意思 就是什么综合考虑啊 各方面的这个意见 鉴于全民共振 导致国内很多民运人士被捕 损失巨大 所以呢 决定全面的停止全民共振 结尾呢 还说了个什么呀 李一平还说了 哎呀谁不同意呢 上门来欢迎论战 还把李一平在加拿大的这个住址啊 门牌号都发不出来了 还有什么联系电话 马上就有人啊看到了 就说哎呀不会吧 怎么 因为正在这个推进全民共振啊 在中国到处开花啊 遍地响雷 怎么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启示来 当然有朋友转给我一看 我一看就知道这假的 因为什么 第一个啊 就李一平那个背景啊 他之前是在加拿的时候啊 家里坐的时候 那个背景 那个沙发啊 那个 但是我们知道李一平啊 他他当时啊 人就在台湾啊 根本就不可能 再细看呢 口型也不对 但是呢 还得说 这个声音啊 真是非常的像 几乎一假乱真 你像我跟一平 我们这种关系啊 就熟的不能再熟了 也得仔细听一听 才知道啊 不是那个人 那总有一点不像嘛 大家很多 很多朋友肯定乍一听啊 觉得哎呀 不是就是李一平吗 这不是人生分裂吗 是吗 前天还在说 这个推荐全民共振 突然就 说这个不搞了 再再说了 这全民共振 也不是李一平 一个人发起的 你李一平有什么权利 终止这个全民共振呢 咱们就知道 这是中共玩的 这个招数啊 这个招数啊 就算是高科技 然后赶紧的联系李一平啊 李一平还有台湾 那边是夜里呢啊 就跟叫醒了 一看这个账户啊 就全民共振 讲堂这个账户 结果是 被黑客给攻陷了 黑客进去之后啊 把之前的所有的视频 全部删除 然后上传了 他们就刚才说的这个 关于停止全民共振的 这个声明 他一平赶紧的 就恢复这个账户啊 他进去 再把这个 他们黑客上传这个视频啊 把他这个 把他这个处理了 好 没段时间 又冒 又冒出了一个账户 也叫全民共振讲堂 标志什么都一样 又上传了 那个视频 关于李平说的 终止全民共振的声明 这玩的呀 这会玩的还真有意思 还真有意思 就打时间差嘛 用李平这几天 一个是跟这个又是差 再一个就是 要回加拿嘛 赶飞机什么的 估不上这些事啊 就是黑客就打这个时间差 也就证明他们是一个 就是团队运作嘛 这个不是一个小毛贼啊 就是进去给打到乱 大概不是的 这是一个协调一致的 统一指挥的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呢 他不仅仅是一个捣乱的问题 他确实体现了中共啊 眼下啊 对全民共振 这样的对他有威胁的 这样的活动 他的恐惧 他竟然感到恐惧了 只能说 他们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他必须啊 要有措施来应对 所以应对措施呢 就是这个东西 当然这一次啊 我们就要号召五一 在网上共振 大家提出自己的诉求 关于医疗 关于教育 关于就业 关于一切的不公 关于你的 你的对这个社会啊 对中共这个暴政的这个感受 那你用各种形式 把它亮出来 就一张白纸啊 写上你的心声 不要露脸 大家 那以这种形式啊 来发声 来共振 中共呢 他就是恐惧 他就是害怕 我之前说过多少次 中共这种恐惧啊 是咱们 平头百姓 草民 无法理解的 那种恐惧啊 能让中共啊 活得痛苦不堪 眼下中共 被全民共振这几次共振 搞的事叫什么 叫贫于奔命 啊 基本上就陷入一种 叫黄黄不可终止的这个状态 因为谁都知道 中共统治下啊 就是个炸药桶 就是一个柴火堆 呵呵呵 你说他不害怕吗 因为啊 挂一阵风 啊 下一阵雨 有人喊那么一嗓子 他就可能全面的引爆 中共这个 自己的话叫什么 叫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我们今天啊 还把这句话 原封不动的送给中共 中共这场大革命 就叫 星火燎原 哎 马上就要发起 所以中共不害怕吗 所以他一定要参与措施 啊 所以这次 关于传播 共振的这个消息的 在国内的这个封锁 他这个力度啊 是空前的 就我们自己当然也知道啊 咱们说佩佩啊 中国很厉害 很厉害 我们之前啊 也传个帖子 传个传个消息啊 都没像这段时间啊 这么费劲啊 一个建一个群 刚发 刚发没没两个帖子 立刻就被封掉了 一天都封几十个群 哎呦 简直那力度大的 但话话说回来 中共他要 为什么说他怕去共振 这样的活动呢 就因为中共啊 他到处都是罩门 到处都是生命线 到处都是弱点 到处都是导火线 他要 你拿一根针捅他 他要把全国变成一个铁桶 你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难度有多么大 但中国他必须做到 他在所有的领域 所有的环节 所有的层次上 他都要做到 铁板一块 但这样做 这个前提什么 前提是巨大的 极大的空前的天文数字的 人力和财力的付出 财力 大家知道中共眼下 在贸易战的背景下 那绝对是已经 是叫伤心动骨了呀 但他人力呢 也一样 那些猝死的警察 是吧 那各级维稳的 一个个这个 出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 整天昼夜加班的 累个半死的 那些 那都不是 双拍讲 那都不是那个 真正的那个压力吗 都是压力啊 所以中共 我们就拿一根针捅他 我们就说句话 我们要共振 是吧 让大家说 发出自己的心声 主张自己的诉求 向中共讨一个公道 中共他就要做出 吃奶的劲来 来防范 就这个道理 你一根针 就能把中共 通死了 就是他的恐惧 所以他们今天 要搞这个招 是吧 又是黑客 又是语音合成 又是这种 在时间 这个步骤上 这种配合 就因为有时差 这种配合 他要调动资源 他明明 但是咱们看 网上这个反应啊 很多朋友 一眼都示出来了 根本就 根本就不是 不可能 大家觉得不相信 即使你把 李一平的声音 模仿了再像 或者呢 你把他这个图像 这个技术再提高一点 就达到一家乱争的程度 但是人家 还是不信 因为全民共振 这几个人 这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了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甚至 他都知道的 他知道你根本不可能 说出这样的话来 绝对是有猫腻嘛 当然有一些 五毛啊 你就看得出他们协调一致的个步骤来 有些傻逼建筑就骂出来了 赶紧骂出来了 他就凑这个热闹 今天不在这特意的骂他们啊 因为这些傻逼们也没几天好 也没几天好活的了 也没几天好活的 就跟他对全民公正采取这个措施 就跟他们全段时间 包括现在正在极力的推动的 这个生人论 素质论 无人话论 是一脉相承 都是中共维稳机构的那些 垂死挣扎那些招数 大家不要拿他们当回事 为什么 咱老百姓等得起 这么多年了 在乎这一天两天吗 不在乎 是吧 你今天岛或者明天岛 或者后天岛 当然今天岛比后天岛要好嘛 光岛没早岛一小时 没早岛一分钟 就意味着中国人就会少丢多少条命的问题 还不是都是钱的问题 用中国中国暴政的机器 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杀人 都在迫害的中国老百姓 他们当然倒得越早越好 不过话说回来 是吧 我们对中共的这个期望值 他什么时候倒台这个期望值 大家记住 我们不必拘泥于他明天的后天岛 前提就在于每个人的行动 每个人的这个共振 作为一份子 这个共振 共振理念 就是每个人 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你做一点点事 你不上街 这次共振的形式 就是你晒自己的这个诉求 是吧 拍张照片 遮着脸 放出去 很小的一个举动 或者传播一共振的消息 就能把中共逼疯 就能让中共死 就是他观察板上定下的最后一颗钉 这个成果 我们今天大家都看到了 中共的恐慌 前所未有的 但话说回来 中共这一招 还是有点高科技的味道 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件奇事 是吧 相比于刚才讲的 就攻陷全民共振 战户的搞云合成 是吧 他这个有点高科技的这个味道 有点高科技的味道 今天还 中国还干一件事 今天告诉大家 那个就不那么高科技了 甚至呢 非常的低端 非常的 老 非常的 龌龊 干什么 偷我的垃圾 上周啊 因为那个 我无一种用我们的周一 倒垃圾 这个在美国生活都知道 有垃圾桶啊 前天晚上一般就 礼拜天晚上推出去 因为周一要收垃圾 因为周一的下午到 但前天晚上的就都推出去了 推之后呢 到下午垃圾车过来啊 伸出机械臂 嘎嘎 倒走了 但是那天晚上上周呢 那个 我只好临时有点事 不知道什么事 我要拉一桶 再放点东西 一先拉一桶 早上啊 一先拉一桶 拉一桶都空了 当时没有多想啊 以为是 可能垃圾车来得早了 但这个作用过 垃圾车动用来是很大的 嗡嗡嗡动用很大的 但为什么没听见 我纳闷了一下 但没多想 等到下午 回来了 办事回来了 哎 发现垃圾车刚到 哎 那里我就纳闷了 那早上的垃圾谁倒走的呀 谁倒走的呀 当时就想啊 那真是 有人来偷垃圾了 因为垃圾里有很多信息啊 大家都知道啊 垃圾你的 尽管是生活垃圾啊 或者其他东西 可能有 里面有字头啊 有纸片啊 或者有一些 这个写的人名啊 写的地址啊 或者写的你自己演算的 因为大家知道 我做的是工作啊 就是做研究啊 做见证 做分析 做笔记 那这些东西 他可能这个 也对中共来讲 也是有价值的嘛 必定没有太在意 知道中共这些龌龊劲 结果呢 今天这边 又有周一 又发生这个情况 早上起来 我这 我这看一下 我这 看上周 是不是到底是 是确实是 有人偷垃圾了吗 今天去捡他 一看又 又发生了 垃圾桶又都空了 再去看邻居们的垃圾桶啊 都没动 垃圾原封没动 只有我的垃圾桶倒空了 那你没办法 那这也确定了嘛 就打电话报警 警察来了 然后邻居一寻访 一问 有一邻居说 我看见了 早上起来五点多 可能 因为美国 这美国一下令十吧 大概就是 相当中国这个 时间 这个早上四点多吧 天 萌萌的还没亮的 邻居前遛狗 看见 我这个垃圾桶啊 有一辆小车 可能是特 他不是常见的 大垃圾车 也带机械臂 伸过来 把垃圾桶倒走了 因为动静很小嘛 确实我 确实谁都没听见 然后这个 警察就 就打电话 给这个 垃圾公司 垃圾清水公司 垃圾清水公司说 压根不可能的事 是吧 我干嘛 我们去 到你家的垃圾啊 大垃圾车 收不不好吗 除非你花钱 特殊的交费 来定制 我们来收你的垃圾 但是你们这儿 没有这个定制业务 没有人定 没有人定 包括你在这个 这条街上 没有人定这个业务 那警察就知道了 警察说 这个怪了 这肯定是 有其他的问题了 但是 但是 大家想一想 我今天给大家讲 这个垃圾啊 被特工视为宝丧 因为之前的克格勃啊 包括美国的这个 FBI 和CIA 包括中国的管一样 他都是 把垃圾当宝藏的 他有专门的这个机构 这个队伍啊 去偷垃圾 偷重点人物的垃圾 偷外交使劫 里这个使节垃圾 包括重点机构的什么 什么这些机构的垃圾 他专门干这个事 但是大家的印象 都是在传统时代 冷战时期 因为这是非常传统啊 大家知道又脏 是吧 比如说 我威胁不说 就是又脏啊 因为他这工作 特别的繁琐 都现在 在高科技时代 但他把重点 放到高科技时代去了 基本上 比方说 黑客呀 是吧 那些用高科技设备 那些电子设备 那些东西 大家可能早就忘了 传统的电谍手段了 好 中共就玩这一招 FBI肯定要查呀 这没办法 你只能报案嘛 只能报案嘛 这个FBI肯定是要查的 大家知道 我知道 中共对我的监视啊 这个很久了 但今天警车来 警察到处调查 到处弄 归警察那个 他可能下周就不敢再来偷了 不敢再来偷垃圾了 但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呢 就它涉及到 中共啊 在美国的一个活动 最近大家可能看到很多新闻啊 美国一个人一个是这个遣返驱逐取消这些一些华人的在美国的这些 这他取消了他们的他们签证啊 包括你看美国这个国立的癌症研究中心啊 一下子开除了三个华人 还有据说还有二十多个 二十多华人在明大就由FBI负责进行调查 美国的这个CIAFBI 包括司法部 包括国安局 整个整个这个情报口上 现在也是绷紧了弦啊 要对付中共的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但中国对美的间谍活动啊 他当然有收买 我知道他更多的是那种收买 用各种利益啊 各种手段 各种渠道来收买美国的这个 对他们有价值的人物 政客 议员 是吧 情报机构的 还有对他们认为掌握技术的高科技的 他进行这种收买 这个咱们都知道的啊 因为中共不惜代价嘛 是吧 比方说他可能 他收买一个 比方说收买一个掌握秘密的人 那个那个人可能比方一个特工 咱们才说FBI一个特工吗 被中共收买 这个特工一年就挣个十几万 中共可能一把拍给一千万 你说动心不动心 所以中共就喜欢干这个事 所以在中共在美国呀 美国的各个政府机构里 中共收买了大量的 他们的特工和间谍 这些人 都一旦被中共收买了 上了中国这个贼船 就跟大家讲了个道理 就像就贩卖 生产的那些人一样 他们 比中共更害怕 中共的倒台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但是今天 我刚才讲发生这件事 他们来拖垃圾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拖垃圾 之前一定要情报 要监视 知道你的生活规律 知道你什么时候都往上推垃圾桶 包括周边的这个情况 要监视 然后 拖垃圾车 你要定 定垃圾车 定制一个特制的垃圾车 还要有人穿着制服 因为邻居看见了 穿垃圾公司的制服 这要有设备 有人员 这一个人干不了 垃圾偷回去之后 还要分分别类的分类 然后检 该检测的检测 包括DNA信息 包括这些东西 然后呢 里面大量的碎片 比方里面有纸片 要拼起来 要分析 要研究 要对比 比对 需要设备 人员 技术 场地 这是个庞大的团队 大家记住了吗 这是个庞大的团队 在这就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运作 大家知道 这个绝对不仅仅是针对我的 就是意思吗 中共除了那种传统 它能收买渗透 是吧 和黑客渗透 它还 中共在美国进行这种大规模的 传统方式 这个间谍形式的这种运作 这叫情报作业 它不只是在 我觉得不只是在洛杉矶 全美可能都存在这种情况 这个 大家想了没有 就是说 高科技和传统的手段 中共都在用 都在用 因为像我 我又说不掌握军事机密 又对中共 咱们不是拿刀拿枪啊 拿导弹给它干去 肯定不是这个情况 那中共为什么要下这个手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下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就是说 全民共争对中共的威胁 绝对比某些人 别五毛啊 喜欢说全民共争没用 老百姓都不上街 不是那个道理 不是那个道理 就我一开头给大家讲 那个中共 它的脆弱 它的威胁 它自己知道 全民共争这种形式 所以就给大家讲的 一根针 去戳一个高压的气球 可以这样比方 你今天戳 明天戳 或者你点个蜡 是吧 再烧 烧一锅水 那水 它基本上已经临界了 是吧 那个蜡 尽管那火头很小 但是它就能把这个火 把它烧到沸腾状态 然后产生高压 把这个高压锅给挤爆 中共它就是恐惧 就是恐惧 所以它要用这种手段 高科技手段 传统的手段来对付你 但尤其 尤其可能朋友知道 我干的事 我告诉大家 我在这运作的一些事 中共知道 它知道 它急切要了解 你这个事 涉及到多少人 进了它哪一步了 怎么搞的 它一定要明白 所以他们就忍不住的 用这些脏活累活的 这些传统手段笨 笨方法 来获取他们必要的 那个情报 我今天为什么 给大家点名了呢 有的说你点名了干嘛 等改天 那个 等他们来抓个现行 多好 像我说的 那就别指望了 因为中共 它知道 它绝对知道 警察来就报警了 FBI可能要借助了 他们要查了 他不会再来 不会再来 触这个眉头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也不可能 知道中国来搞 我才再故意再给他东西吗 他别想了 以后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但是我今天就在这讲明了这个事 就让大家明白 让大家明白 就是中国今天这个情况 他就应对什么 应对中国有句话叫什么 叫大煞将清 大煞将清 树倒狐孙散 就这样一个状态 你轻轻的推他一把 每个人吹那么一口气 关键的节点 关键的人群里边 有那么一个人 喊那么一嗓子 中共这个大煞 就这么哗啦啦就倒了 中共已经危及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两件事 就是来充分的证明了 我们一再给大家讲的 中共眼下的这个 他这个脆弱 他的虚弱 这个状态 他这个时候他更加的疯狂 大家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他最疯狂的时候 也恰恰是他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信心从哪来 就从中共的这些行为上来判断 如果全民共产党对他没有威胁 比方我一再给大家讲的这些东西 讲宗教啊 讲这些东西啊 对中共没有威胁 你请他都懒得理你 你给他一千万 他来收你垃圾 偷你的垃圾 又脏又臭 是吧 他干这活吗 不干 他来干这个活 就恰恰证明了 中共的末日的临近